据报道,武汉的一位女士心急剧感冒,混着吃了四种感冒药,一发急性肾衰竭。 据统计,中国每年大约250万人因吃错药而健康受损,20万人因此死亡。 注意,一,感冒药不能乱吃,二,每次服用止痛药不要超过三天,三,维生素服用过量可能变毒药, 一,头包内抗生素,停药期间内不能沾酒,服用头包内抗生素时不能喝酒,且停药期间内都不能碰酒,或进食含乙醇制品的饮料、食物,比如酒心巧克力,或香正汽水,发酵的食醋,否则可能发生中毒反应。 二,醋味动力药,胃部不是剩用药,消化不良可以分为气质性和功能性,增加胃肠蠕动的药物,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效果较好, 而对于气质性疾病引起的消化不良还需要明确诊断,故胃部不是就吃醋味动力药,可能会掩盖气质性的病变。 5.3. 维生素,服用过量可能变毒药,饮食规律的健康人一般不需要补充维生素,任何一种维生素都最好不要临时服用5天以上。 脂溶性维生素从体内排出的过程较慢,收入过多会增加重度风险,应用而过量补充维生素A,可能引起呕吐、皮肤干燥等症状,甚至脑牙分高。 4. 维生素B摄入过量,则可能让儿童骨髓或早闭合,影响骨骼发育。 4. 氨基酸,摄入过多加重肝肾负担,氨基酸在临床上主要针对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,和无法通过进食或口服补充蛋白质的病人。 但如果正常饮食能够摄取足够的蛋白质,无需输液来获得氨基酸,摄入过多的机体无法利用。 5. 激素类外用药,不可乱用乱涂,含有激素的外用药,包括糊剂、乳剂、油剂和软膏剂等。 一般每天用一到两次即可达到目的,皮损范围越大,全用药物的浓度因越低,太大的皮损应避免使用激素质剂。 另外,虚长时间使用者,最好合日用药。 6. 高傲,错用物用伤身体,每种贴剂都有独特的药理作用。 不能同用,下列三种情形应谨慎使用。 1. 患处有罪粮食,2. 运动或劳动造成肌肉侧伤或关节,韧带拉伤。 不要立即用伤失指痛高,摄像追光高贴于摄像部位。 3. 孕妇禁用含有摄像、薯像、红花、木药、陶人等活血化育成分的高耗,以免局部刺激,引起流产。 7. 女性经期用药,活血药物要远离。 女性在月经期间用药时,有些药物是不能应用或顺用的。 包括,活血化育类中药,可扩张血管,加速血液流动,某些耗凝血药,如埃斯匹林、华法林、甘肃等。 卸下药,如硫酸脑、消酸辣、盲消,下泄作用剧烈,可引起反射性盆腔冲血。 上述三种药物,均可造成越紧量更多。 性激素类药,熟熊激素能导致月经减少或停经,孕激素可导致引导不规则出血。 8. 止痛药,只一分轻病症,不可乱用,不同的药物可能会引发微粘膜损伤,肾脏损伤耐至心血管疾病。 长期乱吃止痛药还会产生心理依赖,而如果止痛药掩盖了病情,比如癌症,则可能处过最佳时间。 而明确原因的轻微疼痛,如果连续服药三天后还没有效果,就要去检查。 9. 补钙片,过量影响孩子发育,过量,重复补钙,不仅容易影响孩子胃口,还可能导致液食,便秘积脏气,甚至肾脏结石,膀胱结石等。 同时高盖渗入还会影响铁、铁、铁等元素的吸收,所以补钙应熟血沙食,如豆制品、奶制品、鱼肉等。 饮食正常的一般因应而不需特别补钙。 神、妇方张脑钉,凭麻醉储包才能买到常用的纸泻药,含有少量阿片成分,不良反应较明显。 患者只有在医生开居的麻醉储包下才能购买,无能擅自用药。 一般建议的正常服用量,是每次2-5毫升。 11、滴鼻液,长期使用危害大,感冒别自己到药店买滴鼻液。 血管收缩类滴鼻液长期使用,克制鼻腔粘膜血管,一直处于收缩状态,引起局部粘膜组织增生,导致药物性鼻液。 时间长了还会产生依赖。 12、哮喘吸入剂,使用有讲究,吸入剂是急救药,没有症状的时候不能长期使用,会形成抗药性。 吸入用药后,立即用清水漱口。 不但可减轻或避免局部不良反应,而且还可减少有料物从口眼部吸收,而引起的全身不良反应。 13、乱喉片,吃太多可又发口腔疾病,在口腔没有炎症或炎症原因不明确的情况下尝试问喉片,容易抑制可杀灭口腔类的症状菌类,反而可能引发口腔溃疡,变桃体炎等疾病。 而不少乱喉片中含有冰片成分,其性质寒凉,可能加重脾胃虚寒,引发腹泻,还容易造成孕妇流产。 14、窗壳贴,乱用或可引发感染,窗壳贴只能止血,不能完全做到抗菌消毒,再加上其吸水性和透气性较差,一旦使用不到或使伤口感染。 使用注意,一、窗壳贴只适用于没有伤到基层,出血不多且不用缝合的小伤口,二出血较多,小而生的伤口,动物咬伤,遮伤,污染较重或感染的伤口。 较重的皮肤操伤,烧伤或烫伤,都不能使用窗壳贴。 三、使用时若伤口被水浸时或受到污染,注意及时更换。 15、复方干草片,连续只不能超7天,需停处方购买。 服用时不能三次用药,应进药师指导,按规定剂量和疗程服用。 处方用量不超3天,连续用药不能超过7天,或用其他去弹指壳药,代替副方干草片。 16、指壳药水,一次超过60毫升会兴奋。 全民富方磷酸可带阴溶液,含油可带阴,麻黄浅,扣服一次超过60毫升。 有些人就会出现兴奋,烦躁不安,大量服用则会产生快感和幻觉,又飘飘欲鲜感。 正常使用并不会上瘾。 怎么样,生命中可贵,日常感冒都会接触到的药品干或知识真的很重要。 为了爱的人,赶快收藏转发给他们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